听众观众朋友们好 欢迎收听收看VOA卫视 1月4号星期三的 时事大家谈节目 我是许波 我们在美国之音 华盛顿演播室 为您现场报道 今天时事大家谈节目 首先我们为您介绍 最新中国亚洲和国际新闻 然后是连线报道和分析 反对金钱换正义 公众联署 寻求雷洋案真相 援助非政府组织 36名律师自发成立 境外NGO法律师团 中国官方调查称 一半以上家庭 没有生二胎的意愿 接下来是时事大家谈的 专题讨论 我们今天的话题是 习近平新年贺词 传递了什么讯息 好 首先我们来关注 今天的重要新闻 美国总统奥巴马 星期三将到国会山 与民主党人举行会晤 商讨如何保护 他最重要的立法成就 医疗保健改革 不会被推翻 这预示着 未来两党围绕 奥巴马医保 将展开激烈争斗 奥巴马医保 2010年通过 当时民主党人 控制着白宫和国会 参众两院 而今年1月20号 川普宣誓就职之后 白宫以及国会控制权 将掌握在 共和党人手中 奥巴马总统 将在下个星期 发表他的告别演讲 而川普将在第二天 举行大选后的 首次正式记者会 他们可能都会谈到 奥巴马医保 向民众呈现 两个截然不同的立场 土耳其警告说 在叙利亚违反 停火协议的情况下 可能危及到 计划于本月晚些时候 举行的和谈 在冲突中 支持敌对双方的 俄罗斯和土耳其 通过斡旋 上个星期 达成了停火 两国正在继续努力 争取在哈萨克斯坦 首都阿斯塔纳 举行和平谈判 叙利亚主要的 反政府组织宣称 叙利亚政府 违反停火协议 因此决定 暂谱参加和平谈判 中国中央气象台 连续第二天 发布大雾红色预警 与此同时 中国公众纷纷质疑 中国当局将严重的空气污染 美化为纯自然的现象的做法 烟雾星期三持续笼罩北京 河北天津等八个省市 部分地区能见度低于五十米 高速公路大面积封闭 机场航班大面积延雾 中国的中央气象台 星期三上午六点发布 华中华东雾霾橙色预警 大雾红色预警 近年来中国最高当局 在表示 治理空气污染的决心时 使用的措辞越来越高调 越来越夸张 甚至反复说 治理不好 提头来见之类的话 而与此同时 中国的空气污染 却越来越严重 雷阳案受害者家属 在中国官方给予巨大压力 和巨额赔偿的情况下 放弃追究权力 五名造势警察得以逃过 被法律追究的司法审判程序 当局这种不惜以牺牲 法律尊严和社会公正 引起了民愤 目前民间征集签名 联署要求北京最高当局 纠正错误 有关方面决定的活动 正在展开 也有北京市民申请 相关的政府信息公开 我们现在就连线美国之音 驻北京记者叶冰 来了解相关的情况 叶冰你好 你好 许波 从我们目前得到的消息来看 雷阳案这起受到 社会高度关注的 警察涉嫌违法犯罪 打死人的这个案件 好像并没有因为家属 接受了官方的赔偿条件 而画下句号 那么你在北京 观察到的情况是怎么样的呢 叶冰 雷阳家属呢 是突然跟当局达成了一个和解的协议 那么有消息说呢 北京市政府向雷阳家属 支付了2000万元人道补偿金 还有价值近2000万元的房产 据说这个补偿款是由民政部门出 那么雷阳家属呢 就放弃了申诉权 并且被要求呢 不得接受媒体的采访 那么雷阳家属的代理律师呢 陈有希呢 也说他没有参与家属与政府的谈判 不知道内情 也不了解协议的内容 那么种种迹象显示呢 政府是企图掩盖着什么 不希望关注这个公众事件的这个 广大公众 来了解这个情况 那么这跟政府平时 所要努力表现的这个行政公开呢 就不可同日而语 好像是一个公开的黑箱作业啊 那么与此同时呢 一封写给全国人大国务院 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公开信呢 在网上流传 据说已经有数千人签名 那么签名者呢 有人大北大清华等高校的校友 以及北京上海广东陕西啊 等20多个省市的公民 北京市民谢小玲呢 也就是原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谢涛的女儿 他向政府呢 北京市政府啊 申请信息公开 要求公布当局与雷洋家属和解协议的内容 因为这是一个公众事件了嘛 所以说他们认为他是有权 来要求政府信息公开的 那么另外有报道说呢 北京律师李进松 也提交了政府信息公开的申请 要求彻查两案 谢小玲说呢 我今天采访了他啊 他说 联名签署公开信的邮箱呢 遭到了黑客的攻击 就这几天的事情 他个人的微信呢 也被动了手脚 他的一些微信和图片呢 貌似都发出去了 但是呢 实际上收件人并没有收到 那么他说呢 即使如此 还是有很多响应 很多人的响应 来参加这个联署请愿的活动 举播 好的 那么我们看到啊 从雷洋案发生 到北京检方 重新发落这个涉案的警察 以及北京 中国当局呢 他不惜以破坏法律 和社会正义的这个代价 来迫使雷洋家属放弃 追究警方法律责任 这些做法 这背后原因究竟是什么 那么你刚才提到的 中国公民自发 要求信息公开 集体签名 表达诉求 那又是为了什么呢 叶斌 那么我们先来看一下 这个从雷洋案 受到广大公众关注的 这个时候以来呢 雷洋的家属 就一直受到官方的压力 雷洋的哥哥雷鹏呢 在接受我几次采访的时候 都是这个手机音频信号 总是有点怪怪的 听不清楚 他自己说呢 他的手机是处于 被监控的状态 那么雷洋家属呢 也对律师和人大的校友 表示压力太大 雷洋的遗伤吴文翠呢 还告诉人大校友 就是前几天我采访的 这个鲁难 他是这个人大校友 最先的这个联署公开信 发起人 这个鲁难就跟我说呢 这个吴文翠告诉他 有湖南的官员呢 就是到他家来 这是在发生在这个北京检方 宣布不起诉那几个 涉案的警员以后 湖南的这个官员到他家乡来 到他的家里来 在北京的家里来做工作 那么他们感到压力非常大 这个有分析认为呢 官方在雷洋案调查过程中 缺乏透明度 而搞出了许多不合逻辑 经负起推敲的这个案情 和所谓的证人和证据 那么一步错 步步错 最后呢 就用纳税人的钱来摆平 避开司法程序 那么背后的真正原因呢 恐怕还是为了政权的稳定 因为稳定压倒一切嘛 这个 但是呢 还是有许多评论认为 如果为了保护警察的特权 而丧失了民心 结果呢 就会得不偿失 适得其反 那么刑永锐呢 就是这个东小口派出所的副所长 这个 他们这几个人呢 被开除了党籍公职 从轻发落之际呢 一个在市场上摆摊 这个搞射击游戏的一个大妈 最近呢 这个被以非法持有枪支罪 判刑三年半 那么两相对照呢 就凸显了所谓法治国家 和依法办案的人质的实质 和随意性 那么跟依法治国的承诺 是背道而驰的 至于公民 为什么要参加联署请愿活动 谢小玲呢 今天接受我的采访的时候表示呢 他不仅是为了自己的生命担忧 也为每个中国公民的生命财产安全担忧 他说这些年来呢 一系列的类似的事情 像雷洋这样公权力 草菅人命的事情呢 由于压力 我们不再发生的话呢 那就是陷入了 就是将这个国家呢 陷于不义 就是陷这个国家于不义 那么他说呢 我们纷争 不是为了一家一户 一个人 说到底呢 还是为了子孙后代 举播 好的 我们感谢美国之音记者叶冰 在北京的连线报道 好 休息一下 稍后回来 我们继续精彩节目 我们的承诺不会改变 更不会走回对抗的老物 绝不允许任何人 把任何一块中国领土 从中国分裂出钱 按关系要处理 也会牵动国际 不管是国民啊共产 把中华民族发的敌位 如果这个国家是真正值得你爱 它不会强求你 是有中国梦 还是台湾梦呢 它是没有更多的经历 再来跟台湾进行更强的对抗 挑衅中国大陆 让中国大陆来跟台湾开战吗 川普当选总统 应该称蔡英文为总统吗 当然 台湾要推独立就死立 主要是民主和专政 两种家庭对抗 我是凡东宁 业国异 美国之音 海峡论坛 好 欢迎您继续收看 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 中国当局出台的境外非政府组织 境内活动管理法 1月1号起正式实施 这部法规定在中国的非政府组织 必须要找到各自业务的主管单位 并向警方登记 定期要向警方提供详细的活动计划 有分析认为目前几乎没有一家在中国的境外NGO 符合这条法律规定 显然这是针对非政府组织的打压 与此同时 一些律师成立了专门针对这部法律的律师团 为境外NGO和相关人员提供法律服务 有关情况我们现在就连线 律师团成员之一的广东律师陈静学 陈律师你好 你好 那么陈律师您如何评价 这部旨在强化对境外非政府组织监管的 中国的法律呢 这部法律它很显然是一部恶法 它就是最主要的目的就是 限制这个境外NGO在国内的活动 实际上最终因为国内的不少的境内的NGO 是要通过和境外NGO来合作 来获得资金来支持 就是有些维权类的NGO才能活动 如果这样一个 一个是一个设立登记的限制 另外资金的限制 还有一个对平常的监管非常严格 就导致境内的一些维权类的NGO 基本上是没有生成的空间 这样对境内中国这个公民社会的 这个发展是有很大的一个限制和打压 好的 那么陈律师您和其他30多名律师 为什么要成立一个律师团 你们这个律师团的这个宗旨 目的是什么呢 就是就基于刚才我说的 就是说现在境内的这些维权类的NGO 他需要和境外NGO进行合作 那么就受这个法律的影响很大 那么呢就是他们会面临的一些 法律的一些风险 他们也有一些法律的问题 需要获得帮助 那么呢所以我们就一批律师 就成立了这样一个境外 为境外NGO境内活动的一个 服务律师团 来我们的目的和宗旨 就是给他们提供法律服务和咨询 好的那你们这样做呢 显然是和中国政府对着干 那你有没有担心啊 你们这样的行为 会遭到中国政府的打压和报复呢 我们这个也是一个自愿的 一个就是一个律师的一个平台 就是大家也并不是说 要成立一个没有一个组织 只是一个一批律师的一个 一个资源性的协作平台 也不是要和中国政府对着干嘛 反正就是说我们认为 那我们认为作为中国律师 那为中国公民 或者是说境外的人员 在中国进行活动提供 法律帮助和咨询 符合我们律师的职责 也是我们律师的一个 就是符合我们律师的本质嘛 好的那我再问一句陈律师啊 您有没有担心 就是你们这样做 会遭到中国政府的打压和报复呢 那这个倒是也是有可能的 就是说那去年的709之后 7月9号之后 一大批的人权律师都被羁押 一直到现在都没有审判 那其实对人权律师 对维权律师的打压 是一直在持续的 但是我们中国律师 尤其是中国的人权律师 不太怕这种打压 好的我们感谢陈进学律师 在广东接受我们的连线采访 我们来继续关注中国的情况 中国全国复联儿童工作部 与北京师范大学 进行了一项联合调查 发现全国仅有20.5%的家庭 有意愿生育二胎 无意愿和不确定的家庭 合计占79.5% 那么中国官方的这个调查结果 就凸显了中国政府全面放开 二胎政策没有能够有效地提高 人口生育率 有人口学者就这样认为 说生育率它不像水龙头 你想打开就打开 你想关上就关上 那么有关情况 我们现在就连线中国人口问题专家 《大国空巢》一书的作者 易富贤先生 易先生你好 您好 中国官方的研究机构 得出了这样一个结果 显示出有52.3%的家庭 完全没有生育二胎的这样一意愿 似乎是承认全面二胎政策 并没有发挥他想象的那样的一个作用 那么易先生您认为 全面放开二胎的这个问题 出现在哪里呢 说实话整个理论就是错误的 比如说2014年的单独二孩 他的理论就是错误的 当时他预测单独二孩之后 每年将会多出生200万人 2015年是单独二孩的出生高数年 统计公报显示 不但没有多出生200万人 反而少出生了32万人 而卫生统计也显示 2015年不但没有多出生200万 反而比2014年还少 剩了64万 同样现在接受全面奥海理论 也是错误的 国家卫机委 他们认为2015年的生育率为1.6 日测全面奥海之后 生育率将会上升到2.1 但是2015年 1%的人口抽药调查显示 生育率根本是没有1.6 而至于1.5 是全世界最低的 那么全面奥海之后 生育率是根本不可能达到1.2 很可能连1.3都很难达到 可以说是国家卫机委 他们是一错再错 好的 那么中国官媒 我们看到中国官方媒体新京报 他刊登了人口学者 何亚福的一篇文章 这篇文章主要说 生育率不是水龙头 你想开就开 你想关就关 他说提高生育率 还需要配套的 减低育龄夫妇和抚养孩子费用的 这样一个政府的辅助措施 那易先生 您怎么看这种观点 对对 这些是对的 因为人口是有高度的规律性的 事实上我在2007年的 大国空巢中是说过 不要指望着人口空置 就像电源开关一样 小开就开 小关就关 计划生育 它是一抓就能 国立生育是百愁不应 就是说需要主流家庭 生三个小孩 才能够保持人口的私财更替 目前台湾 平均每个妇女还愿意生两个孩子 但是台湾的实质生育率 它不到1.2 现在中国大陆只有20%的人 愿意生两个孩子 那么就说我们的中国大陆的生育意愿 比台湾还要低 那么即便是腾子计划生育 中国的大陆的实际生育率 也会比台湾还要低 今后将会长期低于1.0 如果继续2015年的1.05的生育率的话 那么中国的人口 到2050年只有10亿 那至于10亿 到2010年 也就是本世纪末 将会只有4亿 人口数量的减少 也意味着人口结构的老化 那么中国的中位年龄 将会从2010年到36岁 提高到2050年到57岁 到2010年到64岁 2010年中国是7.6个劳动力 对应一个老人 我们的养老金已经出问题了 到2030年 只有3.4个劳动力 对应一个老人 到2050年 只有1.7个劳动力 对应一个老人 也就是说中国 中国今后将会 世界上老年化 成都最严重的国家 可以说计划生育 是中国很多经济 跟社会有问题的根源 好的 看起来 人口的问题和压力 是很严重的 那易先生您认为 解决中国目前人口危机的 这个根本的出路 在哪里呢 就说目前中国的生育 依然是如此之低 是全世界最低的 首先是因为 长达30多年的 结化生育政策 这个一态化政策 改变了能源的生育观念 另外说中国整个社会 经济模式跟情绪规划 都是围绕着 一个小孩的家庭来规划的 那么即便是 腾子结化生育 这种经济社会模式 也很难改变 那么说说我们 比如说中国的这个城市 它人口密度那么高 它房价那么高 它这个医药园的 全层比那么高 交通又没有拥挤 这都是一下子很难改变的 所以要当务自己 是一个彻底的 腾子结化生育 然后出来鼓励生育政策 要让中国的人口走上 可此时发展道路 首先是改革 整个社会跟经济的结构 那么这个难度 将会比1979年的改革开放还要大 好的 我们感谢义富贤先生 在威斯康星州 在美国的威斯康星州 接受我们的连线采访 美国之音星期三 推出互动式南中国海 70年风雨大事迹 为您理清 这处国际热点水域的历史脉络 和最新事态 我们欢迎您登陆美国之音网站 来收看详情 好 休息一下 稍后回来呢 是时事大家谈的专题讨论 我们今天的话题是 习近平在新年贺词中 传递了什么讯息 不要走开 我们马上回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美国之音 VOA卫视全面改版 星期二到星期六 每天早上六点到七点 推出新节目美国观察 为您掌握美国最新消息 周一到周四 每天晚上九点到十点 时事大家谈 洞察中国焦点 偷袭社会现实 周五晚上九点到十点 焦点对话 多角度讨论中国热点话题 周六晚上九点到十点 VOA卫视周末专辑 跟着美国万花筒走进美国 周日晚上八点到九点 解密时刻 带您寻找历史真相 周日晚上九点到十点 海峡论坛 从台北和华盛顿 探讨两岸现状 美国之音的脸书和YouTube网页 同时直播VOA卫视现场节目 欢迎您通过电话和网络 与主持人交流 向来宾提问 通晓美中大事 锁定美国之音VOA卫视 欢迎回到美国之音 VOA卫视的时事大家谈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在2017年新年贺词中 谈改革 谈扶贫 谈反腐 谈法治 并且重点强调了维护领土主权 引发了海内外一片热议 我们看到官方媒体 照例是一片赞语声 充满了正能量 海外媒体则试图分析 习近平贺词的悬外之音 从自理行间捕捉 新的一年中国政治 经济 军事 和外交的新动向 习近平执政以来 尤其是过去一年 中国全面左转 在人权 宪政 民主方面 出现了严重倒退 但是仍然有人相信并期待 习近平在权力巩固之后 在今年十九大开始的第二个任期 会在人们期盼已久的 政治改革方面有所作为 那么我们今天就邀请两位嘉宾 来分析这篇新年贺词 看他都谈到哪些问题 他传递了来自中共高层的哪些讯息 未来中国经济 政治和社会发展 会有哪些新的布局和规划 十九大之后 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方面 会不会有突破 好 坐在我们演播室里的嘉宾 是网络杂志 纵览中国的总编 陈奎德先生 陈先生你好 你好 河北独立作家 时评人士 田七庄先生 通过电话连线参加我们的讨论 田先生好 你好 好 我们欢迎两位嘉宾 同时我们也欢迎 各位听众 观众朋友 打电话提出问题 我们的免费热线电话 是400-120-0551 400-120-0551 另外您还可以通过VOA卫视 在YouTube上的网上直播 收看并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 网址是YouTube.com 斜线VOA China 我们看到这个谈扶贫 是大家印象比较深刻的一个段落 这个习近平他用了比较感性的语言 来说这个问题 他说我最牵挂的还是困难群众 他们吃的怎么样 住的怎么样 能不能过好新年 过好春节 那我们首先就来谈谈这个扶贫问题 陈先生您怎么看中国这个扶贫问题呢 中国扶贫问题在最近些年 是取得了一些成绩 但是我们要看到的是 这个扶贫 就是所谓的中国的贫困线 和国际水准比较起来是比较低的 和这个是首先 它是贫困线的这个标准不同 例如我们如果是以美国 我现在处的美国的贫困线来衡量的话 实际上中国人90%以上都在贫困线之下 在美国的贫困线之下 所以它这个是贫困线是制定的 本身就是偏低的 另外就是说习近平先生谈到 今年又有多少一千多万人脱贫了等等 但是据我查看的资料 是前些年实际上脱贫的那个幅度还要更大一些 那另外就是说我们承认 我相信中国的扶贫是有一定的成果 但是不是像现在所宣传的这么高 而且我特别待会我们也会讲 习近平先生这篇贺词 给我的基本的印象就是越来越城市化 越来越 大家知道他刚刚上台的时候 带领七个常委和全国人民见面的时候 还说了几通人话 说的还比较生活气 和前任胡锦涛先生比较起来 好像他说的比较更多的生活气 现在我注意到他现在的 他越来越多的谈话 越来越的官腔十足 越来越的拔骨文的调子越来越重 这说明了这个政治 他这个中共的政治有一种逻辑 它使得每个领导人说话 越来越局限于一个框架之内 如果是说错了 就怎么样怎么样 所以说他这个体制使得 这个领导人的说话 完全没有发挥的余地 或者是说越来越成为 即使是像习近平先生 他先表现出一种比较的 能够生活气的话 但是越到后来越来越 比较城市化了 好的 那么我们在扶贫这个问题上 我们请教人在北京的 这个田先生 北京河北 在这个中国河北的田先生 田先生您在中国 您可能对中国的这个情况 有更具体的观察 更详细的了解 您认为中国在脱贫这方面 习近平他在这个新年赫兹中 重点讲到这个问题 您认为中国在脱贫这个问题上 做的怎么样 我认为他说的和现实还是有一些差距 国务院新闻办2016年出台的这个 中国减贫行动与人权进步的白皮书 说中国农村的贫困人口 到去年已经减少到5575万 贫困发生率下降了5.7% 我认为这个数据不太符合当前的农村现状 到2016年中国农村老年人还有近1亿 这1亿人如果和儿子打工收入一平均 确实不能算贫困人口 可事实上呢 他们大部分人独立生活 他们的收入基本上靠70元养老金 我所在的北方农村 儿子能做到每月给父母50元的家庭很少 大部分是逢年过节表示一下 这些老年人是当今中国生活最惨的群体 习主席如果真的牵挂群众 最好是承诺给农村老年人 每月提高100元养老金 连续提高三年 这比什么都实在 如今按照中国的经济增长实力 完全可以做到 按照中共共享改革发展成果的理念 也完全应该做到 我记得中共多年来一直强调解决三农问题 都是雷声大雨点息 只有温家宝宣布免除农业税那一句话 赢得了人大与会代表最热烈的掌声 所以我衷心希望习主席把它最牵挂 变成农民直接的增加养老金 我相信那样做一定能赢得国人的热烈欢迎 好的 谢谢您田先生 谢谢您的建议 刚才我们谈的是扶贫 那么现在我们来看法治 法治和社会正义 也是习近平新年贺词中 谈到的这个重点 习近平说 我们积极推进全面依法治国 深化司法体制改革 全力促进司法公正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 但是习近平 他泛泛地谈了这些原则之后 好像他没有谈及在社会上 产生重大影响的一些大案要案 比如说去年 平反了聂树滨案 雷洋案 今天我们看到又发生 四川潘之花 国土局局长枪击 该市市委书记和市长的 这样一个匪夷所思的这样一个案件 那么如何来评价中共 近年来推进司法公正 维护公平正义的这个努力呢 陈先生我想请您先说 我觉得司法领域是个非常严重的问题 是习近平先生 说到这些好像还是以很正面的态度来说的 我觉得中国的司法问题 就是司法没有独立 产生的一系列后果 是刚才你也谈到 列宿兵案 还有刚刚发生判断案 特别是雷洋案 大家知道雷洋案这个事情是 它的不公正 不公平而且把一个人活活的弄死 最后把这个真相掩盖起来 用大量的金钱来收买 来把这个案子了结 这个事情是引起了全国所有的人 特别是城市的上市人士 各方面的中层人士 中产阶级各方面的人士的 非常大的关注 中国的司法 像目前这个状况 是非常的糟糕的状况 我觉得不是说是 习近平先生说的 开始在司法改革进行了 我觉得是相当的程度上倒退了 维权律师大家知道 最被抓了三百多位 至今还有一些还没有放出来 这个情况没有哪一个国家像这样 一个国家的律师 他的职业安全 人身安全都没有得到保障 这样的话 一个国家的司法 他怎么可能公正起来 所以我这里就谈到了 习先生这篇贺词 看起来堂堂惶惶 阴歌厌舞 实际上 我们更看重的是 这个贺词没有谈到的事情 不是说他谈到的那些 好像是相当正面的 用他们的话来说是正能量 没有谈到的很诸多的事情 他不谈 这就像中国古话说的 只谈他的那个购官 斩六将 而不谈走卖城 而走卖城这方面 中共这一年来 2016年一来 执政的诸多的缺失的方面 不管是在经济上 还是政治上 还是在司法领域 社会领域 都出现了很多重大的问题 我们试着简单的说几句 简单的话 例如人民币 如此大幅度的贬值 现在又开始外汇管制 你怎么没有提到 这些重大的事情 关于中国的经济下滑 例如像那个香港的 铜锣湾书店事件 被越井绑架 这么多员工 是怎么回事 香港的那个港人治港 一国两制还要不要等等 退伍军人包围 军委大楼是怎么回事 民办教室 大规模上访怎么回事 乌坎事件怎么回事 延黄春秋被停刊怎么回事 诸如此类 这么多没有谈到的事情 影响到中国人的人心 信心 影响到中国的发展前景的问题 这些所谓走脉城的事情 都一概免去不谈 只谈这个冠冕堂皇的事情的话 我想是不能解决问题的 好的 那么河北田一先生 刚才呢 刚才陈奎德先生 他列举了许多具体的这个案例 发生在去年的一些具体的大案和要案 那么海外一些观察人士 恰恰就认为呢 习近平只是原则上提出了 中国要维护司法正义啊什么 但是他避免谈到具体案例 田先生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我非常赞同陈奎德老师的说法 我而且注意到 习主席在讲话中特别强调 各个领域 具有四两八柱性质的改革主体框架 已经基本确立 然而这个2016年最吸引国人眼球的 聂数宾案 雷阳案 贾静东案 并没有让人感到主体框架 有哪些实质性的变化 比如说吧 他们说检察院法院的经费 划播到了省财政 让他们部分的独立了 可是呢他们这些机关 已然归当地政法委书记统一领导 这个变化一点没有 是吧 当月在河北省任政法委书记期间 胡作非为 公检法唯命是从 这样的体制到现在没有丝毫变化 过去曾经出现的人大代表 过问个案 新闻媒体曝光个案等 行之有效的监督方式 到现在没有重新启动的任何迹象 而我们最鲜明的感受是 党的领导在各个行业 各个领域不断加强 我认为这预期说是改革 不如说是倒退 因为整个毛泽东时代 就是不断地加强党的领导 强化一把手权力 正是这种无法无天的空前集权 造成了人类有史以来 最多的冤假错案 我相信如果没有对权力的有效制衡 冤假错案只会更多 纠正原假错案的代价 就会更大 所以说习近平所说的四两宽 四两八处的性质的改革主体 我觉得没有任何东西 而且有倒退的嫌疑 好的 我们刚才两位嘉宾都列举了大量的实力 来说明中国的实际情况 来驳斥习近平在新年贺词中说的话 那么我们接下来看主权问题 这个外界注意到说习近平 他用前所未有的口气 在新年贺词当中 来强调中国捍卫领土 领海主权的这样一个决心 我们看到习近平说 我们坚持和平发展 坚决捍卫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谁要在这个问题上做文章 中国人民绝不答应 陈先生 这口气好像似乎是很重的 为什么习近平这样说 我想这个是针对目前的状况 特别是针对目前的状况 当然也和前一段 实际上南海的争端有关系 但主要是针对目前的状况 目前现在后任的 美国后任的总统川普先生 谈到了关于台湾的问题 而且和台湾的总统 蔡英文女士通了话等等 一系列的包括关于一中原则 他也提出了一些他自己的看法 等等等等 所以说现在关于台湾问题 关于中国海峡两岸的关系问题 摆到了中共面前 他过去实行的那一套 后已经受到了相当大的质疑 而且台湾人民的 他们的基本的权益 他们的生活的尊严 他们的外交上的领域的扩展 等等都受到了 就是说非常非常不公正的对待 在二三十年中间 所以说这个情况 面临着一个重大的一个 全世界都在审视的一个变局 习先生提这个话 是用所谓的中国的领土主权 因为但是台湾问题 大家知道它是 大家都承认是属于中国 但是是两边是各自 中国的主权从来没有给予过台湾 台湾的主权当然是在1949年以后 也没有进入中国大陆 所以这个情况 我们必须是实事求是的 面对这个情况来解决 而习先生说这个话 看来是受到了相当大的压力 包括党内的国内的压力也好 他觉得是必须说这个重话 但是我也看不出来 在现在中共有什么实际的作为 能够对这个事情 他们只是做一个比较口头上的 强悍的宣示 而实际上能不能真正的 按照他们的做法做 我现在是别怀疑 他们实际上在等待 在摸索 在看待这如何面对 现在川普总统上台以后 整个的局面发生了一些变化 好的 那么河北田先生 我们刚才谈到说 习近平他在新年贺词当中 以前所未有的口气 来谈到维护中国国家领土和主权的决心 那么我们也注意到 中国的影视平面媒体上 军事新闻占有重要地位 几乎每天都枪炮隆隆 有军演和研制新型武器装备的消息 那田先生您注意到这个问题了吗 我注意到了 在中国的这个影视作品当中 在中国的电视 包括互联网的很多网站 军事网站 甚至在一些普通民众当中 对于这个打仗的话题 确实比较多 对于装备的关心 确实是比较普遍 特别是好像中国这么多年 都是受欺负 现在我们经济发展 就要强大自己的国家 就不能受这个气 不能受这个压迫 就要反抗这个 这样一种情绪 好像非常强烈 已经是中国大陆的一种常态 我觉得非常不可思议 而且我认为 这个中共过去是靠牵杆子夺取政权 又靠牵杆子维持政权 他们所控制的媒体的一天到晚 打打杀杀充满了暴力之气 他们总是把所有看着不顺眼的人 当成敌对势力 好像除了武力和暴力 就不能用其他方式解决问题 掌握权力的这些人 以这样的心态 处立国内国际的矛盾 必然是四面树敌 这是国家和民族的悲哀 前些年中共有失之事 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和平崛起 韬光养晦的大政方针 如今已经被边缘化 一些头脑发热的当代义和团们 恨不得有一天横扫天下解放全人类 虽然他们只是当局利用的炮灰 但这类傻帽多了 对人类文明总不是什么好事 这是我的看法 好的 那陈先生 您怎么看刚才田先生这种做法 我同意现在国内的军国主义气氛相当浓厚 这个浓厚当然一方面是中共的宣传条件的 一方面这就是长期的教育的结果 另外一方面我想恐怕是 现在他们用这样一种姿态 就是表示自己的有强大的军力 来在下一步的 关于台湾问题也好 关于南海问题也好 预先得到一些谈判的 所谓的更高的筹码 就是实际上大家知道 中共的军力究竟是怎么样 有多少实际上的作战能力 这不是靠是 是不是一般的民间的评估 或者说中共的宣传 所能解决的问题 大家都清清楚楚的中共究竟有多强的军力 不过这样一种气氛 制造某种穷兵独武的气氛 这种气氛对于造成中国的 大家知道对中国的前景是非常不利的 中国过去包括毛泽时代也好 发生的这样一种对外的一些军事活动 包括朝鲜战争也好 后来的越南战争也好 后来的一系列的对外的军事活动 实际上大家仔细框算一下 对中国的国家利益 对中国老百姓的生活 是究竟是有利了还是不利了 是戕害了中国老百姓的利益 还是真正增强了中国老百姓的利益 这一点我说是非常清楚的 好的 那么现在我们有一些网友 他们通过电邮发来了这样的消息 提出问题或者他们的评论 这位叫Lloyd Harber 这位网友他对扶贫问题 他提出自己的看法 他说习近平对外各种送钱 他每次出国访问就是几百亿美元的援助 请问你还有什么脸面来谈扶贫 把送给外国人的钱 送给中国的穷人不就得了吗 陈先生我想请您分析 这个就是涉及到中国的体制问题 就是说中国老百姓 那个纳税人交的这么多钱 究竟应该是怎么花 本来应该是由人民的代表 就是老百姓的代表 来监管这个钱袋子怎么花的 但是这个东西 中国完全不可能有任何的监管的机制 大家知道人大只是橡皮图章 政协更是橡皮图章 所以没有任何的所谓的民间的 我交了钱 我对这个钱有发言权 我要监管这个钱怎么用 现在习近平他们用来 为自己的面子来做想 而且一般的老百姓的生活 实际上大家知道 贫困人数还是相当大的 这些钱如果是拿了相当一部分 来改善老百姓的生活的话 我想都会有很大的帮助 但是确实是这些钱根本 老百姓半点都不知道 他随意的可以撒钱 随意的可以 所以这个方面的监管 中国的财政上的监管 关于人民的 那个纳税人的钱如何花 这个我觉得越来越要提到 一时之声来 越来越不成话了 我觉得 好的 那么河北的田先生 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您有何评论 这一点别说是我了 我周围附近的人 普通的农民 普通的职工 随随便便 只要一谈起来 大把大把的往外撒钱 不解决本国老百姓的问题 都是义愤填膺 不管他们在其他观点上怎么样 看法如何 但是一谈到这个 专题的时候 都是非常愤怒 非常愤慨 是吧 大家觉得 你说我们是主人 你说怎么对待我们 可是你对外人那么好 连自己本国的贫富百姓的 这些困难都不解决 特别是 这身边的 这有些的困难 都是很不体面的 那些就是我是凑合活的 是吧 勉强的生存 可是呢 你对那些外国已经 困难并不多 或者是远远比我们强得多的人 一直那么撒钱 大家确实是非常反感 可是大伙又没有发的 改变这种现状 都是只有背后八马年而已 好的 那么我们来接听 听众观众朋友们打来的电话 内蒙古的曾先生 曾先生你好 那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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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歪 歪请讲 抓紧时间 内蒙古曾先生 那啥 那啥 主持 你们好 你好 那啥 共产党 那说样子生二胎 就生二胎 样子生一胎 就生的 我们就生二胎 没有 没有权力养 没有资金养 是不是 好的 那啥 我们内蒙古的工资呢 是营业才两千多 好的 我们 就是我维持生活 就是 明白您的意思了 维持不了 好的 谢谢您 内蒙古的曾先生 谢谢你 我们知道这位内蒙古的曾先生 他确实是来自中国 可能很下层的这样一位 这个一位人士 其实他谈这个问题呢 还是扶贫的问题 是 还是扶贫的问题 就是说 所谓的你要放开什么 你生二胎 它和整个的社会政策 都是联系在一起的 你如果是没有这个经济能力 而且相当下层 生二胎的问题 会造成更大的困难 或者更大的问题 整个社会问题 好的 现在呢 我们又有一位网友 风铃火山 他向陈辉德博士 提出这样一个问题 他说习近平新年贺词呢 说过 不让一寸中国领土分裂出去 但是我们知道 钓鱼岛 江心坡 夜莺岛和外蒙古 都被外国占领 唯有台湾 现在还是中国人占领 习近平这话 是针对外国人的 还是针对台湾的中国人的呢 我想 大家都非常清楚的 就是目前的情势 他显然的针对性是很强的 是针对台湾海峡对外的 就是中华民国政府的 所以说这一点是非常清楚的 而且他也是针对国际社会 希望两岸能够保持和平 能够保持友好相处 这样一个力量的 因为他觉得 如果是台湾长久的像这样 实际上台湾大家知道 他们的生活方式 是和中国大陆的生活方式 已经很不相同了 或者完全 他们完全 完全不能接受 如果是说按照中国大陆 这样一种政治的经济的生活方式 来笼罩在台湾身上 所以这一点他们强调的 和习近平先生强调的 显然是目前的这个问题 而不是说真正的 中国失去了领土的 包括他谈到的 包括做过去 伤识给俄国的 很大片的领土 也包括外蒙古 包括等等等等 根本不 习近平先生根本没有谈到这个 而且他也没有政治意愿 来解决刚才我们说的 例如和俄国的领土纠纷等等 他没有任何政治意愿 好的 我们来继续接着我们话题的讨论 那么习近平在他新年贺词中 也谈到这个未来的规划 他谈到今年中共召开 第19次全国代表大会 提出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全面深化改革 全面依法治国 全面从严治党 这些都要继续发力 我们看到习近平他执政以来 尤其是过去一年中 刚才我们提到 说中国全面左转 在人权宪政民主方面 都出现了严重的倒退 但是仍然有人相信并期待 习近平在权力巩固之后 在今年19大开始的第二个任期 会在人们期盼已久的 政治改革方面有所作为 陈先生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我想很多人对于有些美好的愿望 觉得徐先生他把权力 抓在自己的手中 大量集权 最终是会用这种集中的权力 来把中国的政治经济改革 往前推的 我觉得这是一种 非常的不实际的 首先是这个可能性如何 我们不知道 另外我们说的是 我们对一个政治人物 对一个政治体系 这个政府的要求 我们首先是要看 他的当下的政治作为 我们不能因为说 有些人就是以这样一个 说法 有些统治者 我今天杀死这些人 杀了这些人 这是为了将来是 不杀人 少杀人 这个不是政治 没有人买这个账 没有买这个账 你有什么权力 把这个被杀的人的人权 给剥夺了 然后说是我是为了 将来的人的人权的问题 没有这种话 而且我们所有的追 我就是问他的是 当下的政治作为 经济作为 你当下对中国人 是好是坏 你当下的对中国人的政策 对中国人的人权是改善了 还是损坏了 你当下对中国人的幸福 生活是提高了 还是降低了 我们至于将来的走什么 那将来的变了再看 没有变之前 我一定要批判你的 目前的话 这个东西 政治不能说是虚无缥缈的 从来没有兑现的 开些过去将来的支票 然后把这个东西 寄托在将来的支票上 没有这种事情 我们一定要 永远要疑问 当下的政策 当下的政治 当下的经济 这才是最重要的 好的 河北的田先生 您怎么看习近平这个人 他会在 未来在政治改革方面 会有什么作为吗 我不太看好 我们中国有句老话 叫做民不正则言不顺 在中国大陆 13亿国人连法定称谓都成了问题 还有什么事能让国人称心如意呢 习近平是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的身份 在新年向全体国民发声 他在同贤词中 对13亿国人 贯之以群众 人民和老百姓 只字不提 大家的法定称谓 就是公民 这就足以说明一切 请大家想一想 如果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 哪有必要设置中华人民共和国 国家主席的职务呢 在如此重要的场合 国家主席小心翼翼的 回避使用国家公民的正式称谓 连自己的职务来源都不肯承认 这难道是偶然的吗 大家都清楚 公民是国家主人 国家主席是公民的选择 是大众的公徒 而群众和老百姓 则是被长官驱使的臣民 只可使由之不可使之之 公民与臣民 是民主义专政的分水岭 基本关系如果发生颠倒错乱 就会使整个社会人际关系 成为一团乱麻 所谓民不正言不顺事不成 鉴于此 我对十九大不抱任何希望 好的 这是我 好的 谢谢田先生 田先生的观察 基于他对中国社会 对习近平所作所为的观察 他对十九大 对习近平本人都不抱什么希望 那么我们接下来 我们看习近平这篇新年贺词 里面有许多名言警句 今年最著名的恐怕就是 撸起袖子加油干 对于这句话 看起来是反应两极 有人认为是使用了平民化的语言 这很接地气 在网上同时也引起许多调侃 比较集中的反对意见 就是说撸起袖子加油干 是过时的语言 剑步成文明社会 那么两位嘉宾不知道怎么看这个问题 陈先生 我现在就是对 他现在新年文高 所谓新年贺词里面说这套话 包括所谓撸起袖子加油干等等 这些话 正像徐先生自己也承认了 前不久说的 现在我们无论说什么话 底下都不信了 就是说他总是从反面来解读 我想这恐怕也是很多人的 一些基本的看法 说一两句这种所谓的民间的话 似乎就能够接近一般的公民 一般的老百姓的想法 我想这个是土劳的 因为大家还是要看你说话的个流肉 你真正有什么具体内容 有什么具体的承诺 有什么具体的政策 而不是说两句往常不大说的话 你就把这个事情就对付过去 这个是不是现代政治的做法 好的 那么对于习近平 在这个新年贺词当中 引用了许多话 引用了许多名言警句等等 我们的网友也有很多评论 这位叫自由报名的网友 他就认为他说 中共领导人在新年讲话中 启用文革用语 这是否表示中国还会面临 将来的文革的风险 那么田先生 您怎么看习近平的 在新年贺词当中的这些提法 习近平在头一天 这个全国政协查话会上 也说过类似的话 他说让我们大力弘扬 愚公异山精神 大力弘扬将革命 进行到底的精神 我和习近平是同一个人 对于这类语言所产生的环境 非常熟悉 这类语言只属于特定的动乱时代 嫁接到今天则显得不伦不类 难免一笑大方 事实上当今天天下 无论白领还是蓝领 还有几个人撸起袖子干活 在国产影视作品中 那些动不动就撸袖子的人 都是什么货色 我想大伙心里都有数 我认为作为13亿人的国家主席 发表新年贺词 最好使用概念清晰 措辞严谨 逻辑鲜明的法律语言 完全没有必要玩弄磁草 制造噱头 最关键的是 身为国家主席 一定要首先确认自己的仆人地位 借此机会 向全体国家主人表明 自己准备付出什么样的努力 为大家做什么 如果做不好 应当承担什么样的责任 从而赢得主人的信任和知识 绝不能居高临下 动不动就要求大家怎么做 要大家拢起袖子怎么干 我想这是很不合适的 好的 那其实刚才我们看到 习近平这种说法 拢起袖子加油干 已经被国内的好事之徒 已经把它谱成曲子了 刚才我们在我们的屏幕上 你可以看到 已经谱成曲子了 这样的话 其实引起了网民的许多热议 我们一位网友 他就这样说 整个就是以文革一风 还记得那首歌吗 文化大革命好 文化大革命好 文化大革命就是好 他说还是少一些口号吧 对 陈医先生 我们这大家都注意到了 习先生他虽然上台以后 他有 虽然有一番雄心壮志 要什么做 中国梦等等 但是我们发现 他随口说出来的话 特别是不经意的 没有经过预先的撰稿 人仔细斟酌的稿子 随口说出来的话 很多都流露出来 都是当年的文革上的语言 也就是说明 这个东西烙印 他因为受教育时代 时代一个时代 对他的影响是非常之大的 他只要是随口说出来的话 不是说是从古书里面找地方 古书里面找地方 有时候又说错了 大家都知道 我们就不多谈了 只要是这样的情况 他都是 几乎都是文革那一套一套的 社论语言 那一套一套的毛识语录 这样的弄出来的 说明这个东西 在他的话语系统里面 已经被这个绑架了 因为过去他所受的教育 所受的宣传 或者说他的整个的家庭环境 等等绑架了 我们不知道 所以说这样一个情况 他能够是真正的和现代世界 接轨这样一个中国领导人 所以我觉得现在是非常悲哀的一个事情 我过去都还不觉得 觉得他似乎是还是想做一些事情的 但是最后他说出来的话 一套一套的 只要尤其是随口说出来的话 都是当年的那个时代的产物 所以这点就是非常可悲的事情 好的 那么我们现在还剩下大概半分钟的时间 河北的田先生 您担心文革 这种文革一风的现象吗 文革会不会再次发生呢 在中国 应该说很值得怀疑 而且这种风有点越来越吹越盛的 这么一种态势 我们对此心里头是心存忌惮 我但愿中国人们不会重蹈那样的负责 也希望新年有一个好的开始 好的 实在是 谢谢河北的田先生 今天我们时时大家谈的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 时间关系 我们不能一一接听和回应 听众观众朋友们 以及网友们的电话和发来的评论以及问题 请登陆美国之音或YouTube网站 浏览您的问题和评论 我们感谢纵览中国杂志总编陈奎德先生 和河北独立作家 时评人士田气庄先生参加我们的讨论 也感谢各位听众观众朋友和网友参与 美国之音的时时大家谈是一个自由论坛 来宾观众听众发表的都是个人言论 不代表美国之音 明天时时大家谈讨论的专题 关注热点问题 华北遭遇跨年埋 何时重建 请朗天 请在北京时间晚上9点到10点 准时锁定VOA卫视 我是许波 下次节目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